这些石像观众朋友 您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吧 没错 就是位于南太平洋上面复活节岛的摩埃巨石像 它们有两三层楼高 1995年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了世界遗产 但现在受到海平面快速上升的影响 再加上细菌的侵蚀 居然也陷入消失的危机当中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 有的眺望大海 有的面朝内陆 将近900座巨型摩埃石像 助力大地 不仅是具代表性的神秘历史古文物 也是智力复活节岛的重要象征 这座别具特色的小岛 落坐在距离智力本土 大约3600公里的南派平洋 从地理上来看 是座典型的海上孤岛 当地人称这里为拉帕努伊 有世界肚脐的意思 这里也吸引了不远千里而来的 全球游客 根据路透社掌握到的数字 一年有13万观光客涌入 航班从十年前的每周两班 都现在每天两班 有八千位居民生活在岛上 人数比十年前成长一倍 其中一半是来自于岛外的新住民 随着复活节岛越来越热门 智力政府在2018年8月 开始实行一项限流令 大侃游客在岛上停留的时间 从原本的90天缩减到30天 当局说之所以定下新规 就是为了要抢救复活节岛 人来了车子也来了 目的当然是为了交通方便 相关统计显示 从2009年到2017年 复活节岛汽车数量增加44% 各式垃圾伴随人潮而生 许多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 当地官员估计 每天生产的垃圾超过20吨 问题来了 岛上只有一个垃圾厂 其中最让人头痛的 就是这些塑造垃圾 被扔进大海的废弃物 随着海浪冲上复活节岛 虽然说这里是座与世隔绝的岛屿 但是却不断被迫接收 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 除了垃圾危机 全球暖化 海平面加速上升 同样威胁复活节岛的海岸线 如果状况没能改善 在不久将来 这些有着千年历史的摩埃上 恐怕也将面临收拾的命运 好 没想到石像 居然也会怕细菌的侵蚀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摩埃石像的小档案 总共有887尊 它的高度大约是2公尺 到将近10公尺左右 重达20到90吨 非常重 主要是因为石像的关系 年纪呢 3000岁 好 我们再来看 它现在受到哪些危机 第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 这是暖化的原因 还有就是游客 游客的破坏 真的是很伤到精 再来就是 它布满了白斑 有人形容说 好像长得麻风病一般 我们先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到底这个石像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海洋型气候 它湿润 而且原本在海边 就会有一些这些藻类 或者是一些绝生植物等等 它们会在那里栖息 那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这些藻类 它应该会是 因为它本身会释放一些酸性物质 它可能会损害这些石像 那因为过去的人 过去在这个复活节岛 对这个某一项 它到底怎么维护 我们不可推算 它到底是会把这些清掉 还是任它去长 因为这些藻类 有时候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表面物质被酸化侵蚀 就会产生一些 这个比风化更厉害的 一个灰化的这种作用 我们可以用一些 避免的方式去做清理 不过它衍生出来的强大的 这个维护管理费用 跟科学知识 就是需要我们去探寻 不过讲到这个复活节岛 像这些石像 我都非常的感到兴趣 不过实在跑一趟很远 对不对 台湾的游客稍微少了一点 其实相对来少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的位置 其实在赤道以南 南半球的位置 而且通常你来到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 为什么叫复活节岛 其实最早来到这个地方 发现是西方荷兰人 在复活节这一天发现 而且再加上当地的物资条件 其实都是外来 相对费用也会比较高 所以虽然是大家都想要去的 因为台湾人通常去世界遗产 通常是极点式的旅游 什么叫极点 我这个还没去过 那个还没去过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要找寻自己感兴趣的世界遗产 因为有些世界遗产 你对它不了解 我常开玩笑讲 还好它在偏远的地方 如果它是在什么 比较容易方便到达的地方 你会发现 这些不单单只有第一的清醒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游客的一个侵扰破坏 甚至搞不好有人会爬到什么 爬到这个魔外上面 玩骑马打仗的这个游戏 都有可能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当然这是玩笑话 不过今天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当然很好奇 这么多的石像到底怎么立起来 很多人都会怪罪 这个是什么 外星人盖的 其实我们从看很多世界遗产 你发现留下的建筑 因为历经时间的一个考验 通常是石头做的 能够立久弥新 所以包括魔外 你也可以看到 就地取材 以当地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火山岛 所以当地产这种所谓玄武岩 玄武岩相对 它孔隙比较多 所以比起一般的石头 它的比重是比较轻 所以在以前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我们刚刚提到 万里长城也好 某外石像也好 你发现很多人都很好奇 以前没有起重机 没有科学的一个帮忙 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是外星人 对 很重要 叫专心 以前没有iPhone 没有手机 没有一天到晚 要做很多的事情 以前一辈子 我可能就是做一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甚至从宗教信仰的角度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以前也要盖上 不过就跟万里长城一样 好莱坞电影也很喜欢 《魔爱神》十项 而且大家记忆有心的 一定是这部电影 那就是博物馆《惊魂夜》当中 那个一直叫人家Dum Dum 而且还讨口香糖说 Give me gum gum 是不是太可爱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Dum Dum Yes You give me gum gum I give you gum gum You do dum dum You give me gum gum You know what I have no gum gum I'm sorry And my name isn'tDum Dum My name is Larry No Your name isDum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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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好 不过我们也来看一下 有关魔爱石像 真的有很多名思 刚刚记忆已经讲到一部分了 第一个就是一体成型 这到底谁做的 其实以前我们看到 在当地我们讲说 是以火山岩为主 那这些石头 当然也是就地取材 所以在这边已经有发现 就是以前魔爱石像的采石场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那个其实整块大块的石头 被雕着下来之后 再开始进行调割 当然大家更敢疑问的 那现在是散步在全岛 不单单只有采石场这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 从采石场出来 有很多是废弃的 或是剑到一半 磕到一半就不要的 其实根据现在 当然我们要强调 现在科学家 还有历史学家 考古学学家 都还没有一定的答案 说绝对是这个样子 只能从我们现有的知识 来做这个推断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人怎么搬 这种所谓的 这么重的这些石像 其实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搬家的经验 根据现在的一个推断 搬家 我们搬那么重的冰箱 你怎么搬 其实他会用一个角度 不断地用行走的方式 所以有人说 这个石像会走路 其实不是靠他自己走 而是有三个支点 因为岛上在早期 其实现在看到 是荒芜的小岛 好像没有树木 可是在早期 你会发现 它其实有很多的树 树可以拿来做绳索 也可以拿来做滚动的轮子 透过这种方式 把魔外石像放到 它要盖的地方 这让我想到了 就是这个红帽子 你看 它有数十吨 怎么摆上去 红帽子其实有人说 它是用斜坡的方式 因为它是两个 不同的石块 上面看到红色 它其实是红色的火山岩 所以人家 古人是有它的方法 对 那当然整个建好之后 再把这个斜坡弄掉 那还是很多人 很难去理解 还有呢 面瘫像海 它创造的目的又是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小岛 我们讲说这边所生活的原住民 那事实上它是叫南岛雨系 那整个呢 有人说台湾 其实就是南岛雨系的 一个发源地 因为其实有一个说法 从人类学上来看 台湾是南岛民族向外拓展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南岛雨系 东边就到复活节岛 北边就是台湾 南边叫纽西兰 西边叫做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各位想想看 这么大的一块区域 大概两亿的人口 其实包括印度洋太平洋 其实都是什么 我们叫南岛雨系 在语言 生活习惯 甚至很多的传说 其实都有相类似的地方 所以它们是什么 面向大海 也就是它们祖先来的地方 不过也有背向海的 因为其实都有 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 摩埃石像都是面向大海 是 还有一个就是 原来这些石像 它有身体 以前大家都以为 都只有头 对不对 结果后来去 您看到这张图 发觉说人家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而且它的背面 还有一些雕刻的图腾在那边 背面雕刻图 可能还很有趣 有可以看到丁字库 丁字库 各位想到台湾什么族群 达物族 蓝宇的达物族 那对我们来讲 丁字库好害羞 怎么穿那么少 对不对 丁字库其实对达物族来讲 那这个叫做礼服 就说就像我们 就是乎习正式场合 要穿西装一样 在正式场合 大船要下水的时候 飞鱼祭庆典的时候 它才会穿这种所谓丁字库 可是不同的文化看 以我们所谓的 现代文明的角度 礼服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在魔外的石壳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 跟台湾相似的这些文化起源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台湾在整个南岛语系当中 其实占有一定非常重要的 研究价值 所以从这边来推断 魔外石像跟台湾有关系 就有考古学家 他们分析了 残存人骨当中的DNA 后来就发觉 最早飘洋过海 来到复活街岛的 有可能就是 玻里尼西亚人 而且是跟台湾有关 但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近方你也曾经带船 这一段渊源是不是会特别告诉台湾的旅客 对 我常讲复活街岛它虽然是一个罪尔小岛 可是从整个世界遗产 以及我们当前地球人类所面临到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个小岛当中呈现出来 这其实也是我们看到世界遗产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可以看到他们为了要盖这个石像 很多人说这石像到底为什么而干 其实现在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说法 这就是以前部落 来到这个岛屿当中部落的一些首领 那这些首领呢 当然因为内战的关系 再包括当时你可以看到 不管要拉的绳索 要滚动的木头 这座岛上本来有非常多茂密的森林 可是你发现 因为要盖这种庞大的公共建设工程 再加上所谓的资源耗尽 所以到最后呢 等到外国人 就是哥伦布大航海时期之后 荷兰人 西班牙 英国都不约而同来到这边 甚至呢在18世纪的时候 这边开始有很多的外国人 把这边的人带到 包括南美洲 欧洲去当作奴隶 好 所以曾经2万人 到最后这个岛只剩下155个人 所以在整个一个复活岛演变的历程过程当中 摩埃石像当然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经验 以前人怎么能够办到这个事情 可是经验之余 我们来看到这些石像的一个成因 或是它整个演变的过程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 在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没错 就是内耗所造成的一个教训 对不对 其实它是有更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其实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长城 还有这个摩埃石像之外 还有包括了很多的世界遗产 现在大限居然都说是2050年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